每年九月到隔年的一月 是柿子盛產的季節 遵循古法製作的飾品 必須要經過曝曬熟成 而今天我們的運響主播呢 要帶大家一起來到新竹新埔山上 來一趟季節限定的美味飾餅製成真旅 而他出外景的這一天 你可以看到是有溫暖的陽光 還有酒降風 是最適合曬式的一個好天氣了 而且黃晨晨的柿子 在山谷陽光下面是閃閃發光 快跟著我們的鏡頭一塊去看 主播出演物 今天帶大家來到新竹的新埔 來看看我旁邊這顆柿子 是不是超大顆啊 今天呢我們帶大家來體驗一下 飾餅的製成秘密大公開 這個柿子是台灣原生種柿子 叫石柿 石頭的石 那它是屬於稍微比耐旱減做 成熟過程 然後它是綠黃橘紅色的色尖 綠黃橘紅 等一下都採了生的嘛 把牠的都採光了 讓你熟的都留在樹上 老闆我這樣可以嗎 可以 100分了 這東西 老闆才說可以 我就只摘到葉子 老闆我們剛剛已經燒好柿子的皮了 接下來我們現在要做什麼 要給牠風乾 風乾 還有做這個日光玉 對 要讓柿子做日光玉 對… 這天氣不錯耶 太陽今天有出來耶 標準的九降風 然後你的手要拖住中心點 拖住 對 就像上菜一樣這樣拖白 對… 然後等一下這個角度 對準這上面 好 來 我慢慢輕輕扶著 為什麼我覺得有點重啊 對 這是… 不輕耶 這個… 老闆這應該有 核心肌群有練過 才有辦法架上去吧 對 好重喔 慢慢上 斷… 慢慢上 好 斜角… 好 剛剛體驗完了 飾餅製作之後 接下來老闆 我們的完成品出爐囉 好漂亮喔 各式各樣的飾餅耶 它不同水分 對 不同的階段 是 表現出不同的風味 好 讓我現在來試吃看看 試吃看看 老闆竟然大力推薦 還有糖霜可以顧喉嚨 讓我們播報不卡卡 所以趕快趁家來吃一下 好甜喔 對 雪糞跑掉了 糖度的真高嘛 下午茶時光 我們在柿子樹下 吹著新竹的風 試吃老闆手作的各種飾餅 再配上一杯熱茶 滿滿滿幸福感 記者吳永安 徐雲祥 新竹報道